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50个断舍离的清单 我的这个清单是从晚上 我通常是在晚上看到一篇 断舍离的一个文章 然后里面正好是 作者列了50个 可以断舍离掉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拿来试一下 因为我们家最近真的是 东西也是累积了有点多 我已经很久没有断舍离了 然后大家知道 断舍离是一个 就是要持续性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断一次就结束了 所以每年大概要断几次 断舍离 但是因为东西多了 就处理掉的东西多了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也就会更多想一下 这样子到底买不买 然后呢 这数十个要断舍离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在这个视频里分享一下 我就尽快的 我觉得50个东西应该会 花很长时间 好了 第一个呢是 要断舍离的东西是 破洞单只 没有松紧的袜子和内裤 这个呢 有我真的找出来几只 就是 就是小了的 或者是破了的呀 然后我们家小胶 或者是变小了的袜子 然后内裤的话 我觉得好像我是看过一个文章 据说是每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要化一批内裤 看吧 我就旧了也要化 对吧 用洗的洗的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枯萎的盆栽 我是个很喜欢养绿色植物的人 但是我又养不好 我们家唯一能让我养活的东西就是 那个仙人掌 所以呢 其他养不活的 我就留了很多盆栽空的 我都要处理掉 这个是要处理掉的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无法拯救回来了 然后第三个是廉价变形的衣架 我们家衣架是挺多的 但是我买还是真的没有买那种很廉价的衣架 我都是买一家的衣架 所以这个我们家没有 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处理掉 第四个是旧的数据线和充电器 这个是真的也要理一下 因为很多手机换了的 会有新的数据线 然后你知道有安卓的跟Mac的那些电数据线又不一样 所以很多种类不一样 所以到时候要理一下 看看需要处理掉的 第五旧电脑风尚手机和电视 我们家的电脑旧的电脑是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都能在用风尚的话 旧的有一个要处理的 但是我之前已经处理过了 手机我之前用退休了送了朋友也没有需要 电视我们家没有电视 第六纯钱逛 我不知道是曾国是用手机 大家都用手机过了 所以零钱就更少 欧洲也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现金使用 基本上都用的是卡银行卡 所以这个纯钱逛基本上也没有 我们家也没有用 第七个 卷在一边的老地毯 衣服 运动鞋 没有时间打理的这些东西 运动鞋 但是我正要处理掉 因为有运动鞋 这个运动鞋是 玩球鞋 已经很久没有穿它了 然后很多鞋子要处理掉 是真的 然后地毯 我们家只有一个地毯 所以没有心满的 没有处理 什么衣服 衣服呢 倒是有一批要处理掉 因为呢 要么就是很久没有穿了的 不喜欢了的 要么就已经是过期 就是不适合自己 如果我又胖了 或者是瘦了的话 就是让我盖着 衣服要处理掉 第八 过期的优惠卷 这个我有 就是包包理出来 还是能理得出来 这个过期的优惠卷的 然后有廉价的首饰 或者是需要保养的 就是没有时间去保养的 这些首饰要处理掉 这个呢 我也有 很多 我有一段时间 很喜欢各种不同的鹅黄 但是呢 我的耳朵又很过敏 就是 我不知道是 你们跟我一样 就是除了金的银的 那些不会常人反应的金属 只要带了那些铁的呀 铜的呀 它就 都就会过敏 就是很难受 所以呢 有一批是需要处理掉了 因为它们都不是 镀金啊 或者镀银的 这样东西 然后第十 过多的塑料袋 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 因为它还是带尿布 尿包的 尿布湿 对 还是在尿布湿 所以东西换下来 我们会把它放到 树料袋里再扔垃圾 因为味道真的比较重 现在它长大了 就是这种 少了 而且基本上是在托儿所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处理掉 所以很多剩 多的那种塑料袋 我们也要扔掉 十一囤了很久的 一次性仓具和西瓜 这个呢 我已经养成好习惯了 我就外卖打包的时候 就尽量说 不需要用 我们家里有 如果真的需要拿的话 我们也会把它 尽快地处理掉 用掉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好习惯 要养一下 就是打外卖 外包的时候 弄外卖的时候 尽量不需要 不跟他们说 不要一次性的那些仓具 第十二 过期的或者 长期不用的化妆品 药妆 药品 保健品 护肤品等 过期长期不用 有 我有一批就是 过期的面膜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用的面膜 我要处理掉 然后药品的话 这是经常要检查一下 因为很多药 也是有保质期的 要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过期啊 因为过期的药 放着那里 也是无法使用 大家可以去 药店回收 这边的话 药店它接收 能收 过期的药品 但是不收盒子 你只要把药都拿出来 然后就 那个 药店基本上 会回收来 第三 旧日历 对 现在已经是 2021年的 11月份了 所以 大家可以考虑 新的日历了 所以旧的日历 也可以考虑要淘汰 所以要放在 就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可以考虑淘汰 或者之前更旧的 2020年之前的旧 离 大家看看有没有 还有没有 也可以淘汰掉了 第14 坏掉的笔 这个真的 我们家一大堆 我真的要理出来 这个很多 因为很多笔 你就看 写一遍 然后放着放着 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好的 还是坏的 这个要处理掉一瓶 第15 从酒店拿回来的 洗漱套装 因为很久没有出去玩了 所以也没有很多 这种小套装 但是 大家知道 在这边 欧洲买药装 或者化妆品 护肤品 它会给你很多 小样来用 其实这些小样 我根本就没有用过 所以 第16 过期的食品 不想吃的食品 过期的食品 应该不多 但是不想吃的食品 我的使用方法 就是把它带到办公室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自己不想 一个人吃掉那么多 就是 比如说上次 万圣节 我们加很多糖 弄过来 然后宝宝也不吃 我们也不吃 就是玩 然后我就把这些饼干 糖 带到办公室里 跟同事们一起分享 人多力量大 就很快的被消耗掉了 也就没有浪费掉 大家就是 很快的处理掉 这样子 第17 太多年的枕头 这个东西的话 我看有些人家里会有臀吧 我们家 淘汰的这个还很快 我们家枕头 是客用的两个枕头 以及我们自己用的两个枕头 我们家就四个枕头 宝宝的小枕头 就是买了多少 用多少 这样子 就不会有吞积的效果 但是用了很多年 还是需要换新的 因为枕头 也会变形啊 变脏啊 这些情况 第18 被淘汰的手机壳 钥匙什么类的 这个有 真的 尤其大家会发现 塑料的手机壳 透明的手机壳 用久了 它会变黄 变得很脏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 这些我要淘汰掉 其实 后来发现 其实手机 单独用它也其实挺好的 我们也没有操到那种 扔的倒水 扔的状态 就是手机壳 上面保护一下 手机壳的话 看吧 大家喜欢用就用 然后 以前会经常换一个 比如说 好看一点的手机壳 什么的 到现在 没有那么讲究 我已经 老这个手机壳 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 到现在都没有换到它 我觉得还ok能接受 第十九 半年用一次的小电器 这个 小电器我们家之前很多 我现在又有一批 它要开掉 因为二手卖掉 或者是送朋友 比如说打果汁机 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少用到 真的是 尤其我们家 现在是有一个电器 代替了蒸饭的 做饭的 搅拌的 做蛋糕的 就是很多 一个机器 代替了很多 很多小的电器 所以这些小电器 都可以淘汰掉 都可以二手卖出去 或者是送人 看看 之后就是 再购入小电器的话 就跟你需要 好好考虑一下 到底是不是需要 所以我觉得 我们家现在买了 这个大机器 就是一个能顶 好几个 五六个机器 我觉得就不占 更多的空间 而且我们几乎 每天都能用到它 就是更 更更 实用吧 虽然它一次性的 价格比较高 但是它的实用 也真的是很高 然后二是 张希希的 马布和洗碗布 我不知道你们家 有没有什么 洗碗布 我们家是 不用洗碗布 因为我们家有 洗碗机 就是现在 我们买了 洗碗机之后 人真的就是 我就真的后悔 怎么没有早点 买洗碗机 因为真的是 为你省下 很多很多时间 然后它洗得 又干净 又好 然后人多 客人来多 你又不需要 自己去洗了 因为它就给你 洗完所有的东西 真的是很 很轻松 有时间我再跟大家 讲一下 洗碗机的好处 然后二十一 不看的菜谱 我已经理出了一大批 之前理出了一大批 菜谱的书 我就 那只是 好看的 就是根本没有用到的 这些书 然后我就送朋友 因为我朋友很多 会用着 然后留下的菜谱书 有那么几本 但是现在菜谱的话 基本是上网找 根本就不需要 我们自己 纸张用的 或者手洗的 现在晚上太多 太多菜谱了 二十二 没有弹性的头绳 长头发的女生 应该都有头绳 所以呢 头绳使用力也高 弹性的话 我们现在是使用 卷卷卷卷的这种头绳 碳石它也会断 所以我此信购买 还是挺多的 用完就扔这样子 所以呢 也不会有保留 坏掉的东西 我们家 我还是扔得挺轻的 二十三 不喜欢也不用的香水 我之前怀孕就是 孕期间鼻子很敏感 所以我基本上香水也不喷 然后呢 也禁止我们家内 我喷香水 因为味道很浓 但是慢慢就是 好朋友长大了 我觉得 我们年龄也变大了 就会有另一种需求 我现在会是 有回购香水 但是 也不喷得多 我就会喷一下手腕呀 那个耳朵后面呀 就是很清淡 有种淡淡的味道 就是会使用它 所以不喜欢的香水 你也不会去买 因为你买香水 都先去店里试用 而且据说 每一个人的香水 就是适合我的 不一定适合你的 因为你要香水 是跟你的皮肤的 跟你的体相会 产生一种反应 所以不一定说 它在我身上是一种味道 在你身上也是同一种味道 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所以呢 大家最好是 去店里试一下这个香水 或者是问店里 问那种有小样子 大家可以就是 试一下 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看自己能不能够 不能够驾驭这种香水 所以买香水之前 大家先去试一下 再去买 24 又旧矿泉水瓶和水壶 这些东西是要人 这个必须的是 回收 二次回收 这样子要 环保 25 各种包装 说明书和纸箱 这个因为我们家装修很多 然后新的家具 买起来纸箱很多 这些都要淘汰掉 但是呢 我们还是留了一部分纸箱 因为呢 圣诞节快到了 我们需要寄礼物给家人什么的 所以有些纸箱大小尺寸合适的 我们暂时留下来 等12月份 过节期间 我们就会把它寄出去 其他的不需要的 我们就会处理掉 26 退订所有的广告电子邮件 这个呢 是真的需要 因为你收到很多广告邮件 就会出发你想要买的欲望 这个是电子 27几个月用不到的一次的APP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手机的APP 需要定时清理 因为不然它又占空间 又没有用到 所以还能清理一下手机的APP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建议 28 不走字的表和家里的挂钟 字写的都看不起 表是没有了 因为我现在用这种 这种代替了表 我们家没有人代表 然后挂钟 我们家只有一个 纯粹装饰用的 它因为它是飞机挂饰 所以呢 一个 一个就是好看装饰用的 所以这个我们家没有用 处理掉 29 从来不用的桌布桌垫 我们家有桌布 有桌垫 但是用得到 所以呢 我们家只有两个桌布 两个桌垫 所以呢 这个用得到 现在还在用 所以暂时 但是我不会再去购买 新的桌布跟桌垫 因为没有必要 再好看 也没有必要 30 各种造型别致 功能特殊的餐具跟储具 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迷上各种餐具 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是想要一套机器了 后来就发现 我们家其实也够用 不需要买那么多 但是就会就看到 你然后就会看到好的东西 你就会有想要拥有的欲望 但是你再看一下 他们的价格 你就觉得 嗯 再考虑一下 那考虑脸色 就没有那么特别像 那就不需要买 所以任何东西吧 我觉得先让它在你的那个 多一多 那个篮子里多待一几天 等你好好考虑 就是看用不用得到 最后再决定再买 然后31 各种低瓶小家电 低瓶小家电 就是很少利用的小家电 我们家之前清理了个面包机 就是很少 我们大概一年用到 一两次面包机清理掉 然后很多 什么炸汁机啊 什么的这些小家电 大家可以清理掉 第三十二 需要花心思打理的衣服 就是需要手洗 那些羊毛羊绒的那些 我觉得手洗是挺折腾的事情 现在尤其是洗衣这么方便 全身进去洗 就是花费的时间少 精力也少 大家也不需要那么多事 现在我就是那些羊绒的呀 羊毛的衣服 处理掉 就是没有买 我们现在就是 有一件 我现在要手洗的 我也能把它处理掉 就尽量懒人习惯养 就不买那么娇气的衣服吧 三十三 不好用的包 这个是真的需要处理掉 因为包就那么来回几个用 好看的包就是这么看着 然后 不好用我们也不去用 所以这个要处理 三十四 过期的杂质 这个呢是需要处理的 因为过期了你就不会去看了 我们家也有几个杂质这样子 放着也是浪费 这些都需要处理掉的 虽然 我觉得最好是能够好好地看它 把它的价值用起来 然后就是 然后最后说扔掉的时候 谢谢他们之前给我们的建议什么的 这个要感恩之心 感恩之心需要用 三十五 你的孩子的教科书 我的教科书有一批 我真的是就很久没有打开来看 这个呢是需要处理掉 真的 不能留久了 当时是想我毕业都快好几年了 十一 我是2014年毕业了 哇 就是毕业之后就很少再拿出来看 这些书也要处理掉 三十六三年没用完的调味料 这个油 油油 这个东西用了很多调味料 我不是个大厨 很多调味料我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很多调味料又放久了 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它就放着放着放着就更久 所以呢 把它送给会用的人 处理掉 家里小孩不用的玩具 这个我前段日子刚处理完一批 把它送给我同事的小朋友了 因为小朋友已经不同阶段了 所以他第一阶段那些不用的玩具呢 要处理掉 饭的饭的家里也没什么用 然后他托儿所里有一些活动 就是捐玩具 把玩具捐给更需要那些玩具的小朋友 比如说生病了的 或者没有玩具的 穷苦一点的小朋友家 所以 三十八不想铺的传单 我们家也有 因为我们家最新入了一个 宜家的传单 就是亚麻的传单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所以呢 之前老的传单 我需要处理掉 就是买一件 入一件 退一件 这样 三十九 看过的电影票 呃 旅游门票 这些东西 我有收藏这些东西的习惯吗 是啊 电影盟票我也没有收藏习惯 我是没有收藏这些东西 都用完就扔了 所以你们看看你们需不需要这个扔掉 第四是空的花盆 空的鸟笼 我们不养鸟 所以没有鸟笼 花盆 有 空的花盆 有 我会处理掉 因为 有时候会说 哎呀 可能会用到啊 接下来 其实它已经放了很久了 我也可以把它处理掉 四十一 讨人厌的朋友 大家也不说讨人厌 就是不相处的朋友 你自然而然的会远离他 所以呢 你不处理他 自然而然你就会处理掉他 所以我们觉得没什么可惜 就是很多朋友 你不是处得来的话 那就看缘分吧 缘禁就这样 不强求 第四十二 各种适用的小样 这边的话买东西 它都会给你很多小样 尤其是 四封花呀 那些 护肤品 化妆品 店 给你很多小样 所以 不想用的话 大家可以处理掉 或者是当时就可以拒绝说 我不想要 或者是跟他商量说 我想要某种类型的小样 我不想要你的 就这两下 可以就是拿来 真有用的用起来 没有用到去 第四十三 不合身的腰带 我已经永远没有用过腰带了吧 所以你们看看需不需要 第四十四 装饰用的蜡烛 你知道吗 我们家用蜡烛的人 不是我 是我们家家属 它的蜡烛是 很多 它很喜欢 这是很喜欢 点蜡烛的人 它的蜡烛是超度 我就根本扔掉它的蜡烛 但是因为我又不喜欢点蜡烛 因为它会有各种香味 我不喜欢各种乱七八的香味 所以呢 它现在是默默默默的用的 等我不在家的时候 或者我没有陪它的时候 它就默默的用 所以这个我无法替它解决 第四十五 日成本 就是阿荣的 这个使得我得处理 我好几本日成本 根本没有 就是说每次都是写了开始 根本没有继续用下来 这些有些 我觉得是需要处理掉了 第四十六 闹钟 名片 名片甲 没有闹钟 也没有名片 这边 欧洲我好像没有收过名片 大家不会给名片吧 因为而且手机 如果你需要联系方式 直接手机会输入这种联系方式 名片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然后四十七 抽屉里的大头针 有吗 没有 你有吗 四十八 各种没用的书签 我家的书签 我基本上是随便找张纸 或者是Postit这样子 直接放树里一放 然后好看的书签 我很少买 也没有为止买过 我朋友送我两个书签 是用磁铁一吸 我觉得还挺好用 但是我把它当成冰箱磁铁来用了 四十九 几乎没用的鞋带 帽子 小朋友的帽子太小 几乎要 现在要把它处理掉 然后围巾很多 没用的话 淘汰 我 没用的围巾 对 淘汰掉 但是我们家围巾不多 小朋友没围巾 他爸爸好像 他爸爸的围巾是最多的 我们家家属的围巾是最多的 五十 不爱的人或者没有必要的痕迹 不爱的人 我觉得这个不爱的人是爱人或者亲人或者朋友都适用吧 你 我觉得很多缘分是不需要强求的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 你没有必要花心思 你也没有必要花精力的话 我觉得就让随缘吧 人生极在匆匆而过 我们都已经 不说自己了 就是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日子 让别人说他们自己想说的 你也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 就是你说我好也好 你说我不好也好 如果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你了 那你随便 就是 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 可以去维护各种样的人 而且是真的把你当家人亲人朋友的话 我觉得这种关系要好好的维持 其他的话 没有必要 真的 就是路人路过 或者是你不爱的 不想再联系的关系 没有必要再去强迫自己 有时间去想这种人际关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好的用来打扮自己 让自己开心 我觉得尤其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做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心情都变得更好 有空有钱出去旅个行买点自己想要的香水 好吃的玩的都好 舒服 好了 今天的废话挺多了 也不是废话 跟大家分享了这50个要断舍离掉的东西 让你们家变得更加的舒服 干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评论 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